大家好,我是乔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湿气是引发及二化疾病的关键 每个人体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湿气 湿气不除 人就会莫名的犯困,没有精神 睡再久也睡不够 而且会引发各种严重的疾病 湿气是身体的垃圾 是年纪的脏东西 体内有垃圾就会影响身体整体的情况 湿气重的人身体一般会有五个表现 第一,脸上爱出油 总是满面油光,毛孔粗大 长斑长痘 舌苔后且发黄或发白 并且舌体胖大 三,扫起后眼睛浮肿 四,身体沉重,浑身无力 干什么都没有精神 五,没有食欲 吃一点就无胃胀 还有轻微的耳心 中医认为 湿气困引人体时有趋下的特点 容易损伤体内的氧气 尤其是脾胀的氧气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 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去除身体失去的食疗方 能够健脾去湿 清热排毒 降血汁 任常通便 消水肿 还能帮助我们减掉肚子 首先我们来准备50克的薏米 我们先来把薏米清洗一下 薏米具有粒水消肿 健脾去湿 降血糖养发美容的功效 可以很好的粒水消肿 对于小便不利 小便短小 以及因皮虚所致的水肿 都有很好的功效 常服用薏米 有利益去除体内的湿气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色斑 减少皱纹 改善面部粉刺 以及粗糙等症状 薏米清洗干净后 我们先把它过滤出来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20克的芊食 芊食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 芊食 胃干涉 性贫 硅 皮 肾经 善于健脾 去湿 益胜固经 常用治疗 皮须失胜 酒屑不止 芊食又被誉为是水中人参 它不仅能够顾身易经 其实它健脾去湿的功效 也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 50克的赤小豆 赤小豆的保健作用 还是非常多的 它能够立食消肿 对于各种的水肿 还有湿热比较重的黄胆 便血 狡气 粒脊等等 凡是湿热导致的肿 赤小豆都有很好的作用 因为它有清热力湿 清热退黄 解毒排浓的作用 另外 赤小豆还有利尿的作用 所以对于心脏病 比如心衰 肾炎的病人 包括肝硬化的病人水肿 都能有一定的利尿作用 也有一定的消肿作用 而且它还有非常好的 润肠通便的作用 还可以调节三高 比如降血脂 降血压 降血糖的作用 还能预防肾结石 肝囊结石这些作用 而且还能健美减肥 接下来我们把 赤小豆嵌食倒入一个大碗里 然后加入清水 把它们清洗干净 因为赤小豆具有 沥水消肿 退黄 清热解毒 消腰 降血脂 怨肠通便的功效和作用 能够促进身体水液的代谢 同时可以补充蛋白质和碳水耗合物 粗尖为矿物质 所以适合人体 补充营养以及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使用 能减少心脑血管 以及肥胖疾病的风险 清洗干净的赤小豆和芡食 我们把它捞起来放碗里 然后用清水 把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30克的绿豆 绿豆是一种要食养用的食材 它在生活中十分的常见 它有很好的解毒排毒 清热消暑 酱汁保护肝肾的作用 绿豆有非常显著的降脂作用 这是因为绿豆中含有一种球蛋白和多糖 能够促进体内胆固醇在肝脏分解成胆酸 降溯胆汁中的胆盐分泌和降低小肠 对胆固醇的吸收 另外绿豆可以很好的保护肝肾 绿豆中含有丰富的胰蛋白霉抑制剂 可以保护肝脏 减少蛋白分解 减少胆质血症 因而保护肾脏 清洗干净的绿豆 我们把它捞出来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来把玉米先炒一下 刚开始我们先用大火来翻炒 先来把它表面的水分炒干 我们一次可以多炒一些 这样就方便我们下次再用的时候不用再炒了 生的玉米它性微寒 沥水甚湿的功效最为显著 主要用于清热沥湿 如果你常表现为口干口苦 舌苔黄腻 那就可以选择生玉米 但毕竟生玉米性寒凉 不适合我们大量长期的食用 而炒熟以后它能够增加暖性 在健脾方面效果会更好 油皮未偏寒凉的人群 糖表现为乏力负胀 纳扫口蛋 麦大无力 那就应该选择炒玉米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择 玉米用大火炒干表面水分后 我们再来转小火 把玉米炒至微黄就可以了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光火把它倒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炒好的玉米 还有泡好的芡食和赤小豆 都一同倒进砂锅里 再来加入15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后 我们先开大火 先把它煮开 煮开后我们再来转小火 让它继续煮30分钟 30分钟后 我们再来打开盖子 这时候的芡食和玉米 也已经煮开花了 它们的有效成分也基本释放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绿豆放进去了 绿豆的降火成分主要含于豆皮之上 过久加热会分解不少 所以如果是想用来降火的 就不要煮太久 我们盖上盖子 煮开后再来转小火 再继续煮10分钟 中途不要打开盖子 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 它的降火效果是最好的 但油果是作用于来解毒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煮烂 莲油一直吃掉 10分钟后 我们这道去湿汤就做好了 关火把它盛到杯子里 这道赤小豆 玉米芡食绿豆汤 具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可以帮助我们 健脾去湿 力数消肿 降血糖降血脂 顺常通便排毒 还有美容养盐 预防癌症 补肾力尿 强壮体格的作用 玉米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其中的维生素1是一种很好的美容食品 可以消除粉刺色斑 改善肤色 而芡食中含有的维生素C 可以加强细胞对铁质的吸收 从而使细胞获得滋养 另外芡食可以加强小肠的吸收功能 增加血清胡萝卜素的浓度 从而使肺癌胃癌的发病几率下降 玉米则是病入患者的食料佳品 健康人常吃玉米 也可以起到妨碍的作用 最后提醒的是 孕妇和月经期的女性朋友不适合喝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芽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